我们一定要独立每一个字的口腔和跳音 就像我们弹钢琴 每个音是独立的一个敲击 我们唱歌也是一样的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一级的变动你每一个字的口腔和跳跃 然后通过这些细节的一个个的标准的点 连成的线 第一句爱字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音会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我们在唱的时候呢 这个字它会有点扁 它是一个扁的 而我将爱你爱的 这种拉扯的吉卡音 因为它是一个扁的音 我们把它用一个嗨字的跳音去代替 嗨和爱 爱是挤的 嗨是开的 嗨爱 那爱是挤的 所以说我们在唱的时候会挤住 而我将爱 那我们唱唱嗨呢 而我将嗨 嗨你所嗨 那很多朋友会说 哎呀嗨字不对呀 这不是嗨字呀 我在唱快速的时候 你会觉得是嗨还是爱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中高音区 高音区的时候 我们自要学会去偏向演唱 爱字 唱嗨字 然后我们一定要独立每一个字的口腔和跳音 就像我们弹钢琴 每一个钢琴音 每一个音是独立的一个敲击 我们唱歌也是一样的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那千万不要唱成一个线性的拉扯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积极地变动你每一个字的口腔和跳跃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跳乐 然后弹到这个字的韵母 口腔形态上 那比如说我们最后一个尖字 它是一个什么 安的韵母 爱你所爱的人间 间 安 你看 它最终形态是一个安的口腔 间 然后快速地动 间 我很多学员反馈了就是 爱你所爱的人间 你会听起来拖拖拉拉 没有进气声 而且夸夸的 对吧 它的长音是在韵母状态上去保持的 而不是你拉扯性的保持 间 本来是一拍 间 用一个拉扯的状态去唱成一拍 和 间 保持的一拍 间 状态上一拍 所以说是要状态上快速到韵母点上的 就像我们煮饭一样 是煮熟了再吃 不要边煮边吃 间 不对了 我们下一句 愿你所愿的消炎 好 愿字和愿字和言字 也是一个什么 安的韵母 我们合同朋友唱这个 愿字的时候 周围唱的 愿你 愿你所愿 愿 愿安的状态 要快速地不要 远太久的一个生母到韵母的过程 发音发太久 愿你所愿的消炎 愿你所愿 对吧 愿你所愿的消炎 对吧 我们快速到这个点上 就像我们说话一样的 我们每一个字说话 肯定不是这样拖拉的啦 是跳跃的 每一个字独立的 口腔跳跃的 然后通过这些细节的 一个个的标准的点 连成的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愿你所愿的消炎 每一首歌 每个乐剧 它不是一种独立的方法 它是一个综合的机能演唱 所以说对于这些偏向 韵母偏向 这些机能的变动 我们一定要做得积极果断 我们继续下一期 讲解下一句